2023年,青岛一位赵女士最近就摊上了一件糟心事,她老公因为一线炎住进了医院,眼看着就要康复出院了,谁知却突然离世了,赵女士还没从悲痛中缓过神来,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,医院竟然把她老公的遗体给烧了,更奇葩的是,医院的解释竟然是烧错了,这遗体还能烧错? 难道医院的太平间是想烧谁就烧谁,即将出院的丈夫突然离世,2023年9月5日,对于家住青岛集末区的赵女士来说是个好日子,再过一天,她就能接住院的丈夫王先生回家了。 家里的新床单都铺好了,就等着王先生回家好好休养,谁曾想到,这一天竟然出了大事,时间回到十几天前,8月28日,那天是周六,王先生和朋友约好晚上一起吃饭,可是傍晚时分,赵女士突然接到王先生朋友打来的电话,说王先生肚子疼得厉害,人都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了。 他们赶紧拨打了120,赵女士一听,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,赶紧打车赶往医院,到了医院急诊室,看到王先生脸色苍白,满头冷汗,躺在病床上痛苦的身影,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 医生初步诊断,王先生可能是急性一线炎,需要立即进行检查,一系列检查做下来,结果证实了医生的判断,王先生确诊为急性一线炎,同时还伴有高血压和肾功能不全,赵女士急得不得了,医生耐心地安慰他别太担心。 急性一线炎虽然凶险,但只要及时治疗,大部分患者都能恢复健康,而且好在他老公还年轻,身体底子也不错,相信他会好起来的,听了医生的话,赵女士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些,王先生被这样安排,住进了医院消化内科病房住院的日子里。 赵女士寸步不离地守在丈夫身边,给他喂水喂饭,擦脸擦身,王先生虽然身体虚弱,但精神状态还不错,经常和赵女士聊聊天,说说笑笑,还说着出院后一起出去旅游,弥补一下结婚纪念日没过程的遗憾,看着丈夫的气色一天天好转,赵女士心里也踏实了不少,医生也告诉他,王先生恢复得不错,过几天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。 赵女士高兴极了,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报喜,让老人别担心,也叮嘱儿子这几天好好学习,等爸爸回来给他做好吃的,9月5日晚。 丈夫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,想吃点东西,赵女士连忙去医院食堂,给他买了一碗清淡的瘦肉粥,王先生喝了几口粥,突然脸色大变,捂着胸口痛苦的呻吟起来,赵女士吓坏了,赶紧按响了床头的火, 呼叫铃,医生和护士闻讯赶来,对王先生进行紧急抢救。 可是没想到,王先生最终因抢救无效,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,前一天还和自己有说有笑的丈夫,怎么突然就没了呢? 突如其来的打击,让赵女士难以接受,死因不明,遗体却被错换火化,丈夫的突然离世,让一家人悲痛欲绝,感觉天都要她下来了,料理完丈夫的后事,赵女士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,回想起丈夫住院期间的点点滴滴,心里越来越觉得不对劲,王先生本身就有高血压,平时都按时吃药控制着,怎么这次一线炎住院,血压也跟着不稳定了呢? 还有她的肾,之前体检查出有点小问题,医生也没太当回事,这次住院怎么就发展成肾功能不全了呢?更让赵女士担心的是王先生的心脏,入院第二天做心电图的时候,医生就说她的心电图不太正常,好像有点心机缺血的迹象,当时她就紧张地追问医生要不要解,要不要做进一步检查,医生当时只是漫不经心地表示没事,一点小问题, 可能是最近休息不好,等一线炎治好了,心脏也就没事了,现在想来,医生的这些话不对劲,会不会是医院没有治好? 导致丈夫死了,为了弄清丈夫的真正死因,赵女士决定先把遗体存放在医院的太平间,还咨询了一位律师朋友,律师朋友建议她可以申请医疗事故鉴定,如果鉴定结果证实医院存在过错,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, 她决定要为丈夫讨回公道,绝不能让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,但是哪里想到更让她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,仅仅三天后,她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,对方告诉她一个毛骨悚然的消息,自己丈夫的遗体已经被火化完了。 火化了?谁同意火化的?我根本就没有接到任何同志。赵女士顿时感觉天旋地转,这怎么可能呢?明明已经跟医院说好了,要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的,遗体是重要证据,怎么能在没有我的同意下就被火化了呢?赵女士又害怕又愤怒,几乎无法完整地说出一句话,电话那头的医院工作人员似乎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 表示会帮她核实情况,稍后给她回复。赵女士心急如焚,却又无计可施,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医院的回复,错认身份,一场荒唐的误会。 赵女士等了好一阵,医院那边才回电话,电话里,医院工作人员语气倒是挺客气的,一个劲地道歉,说是医院工作失误给他们家属带来了巨大的伤害,赵女士一听就来气了,这说的什么话? 工作失误,什么工作失误能把她丈夫的遗体给火化了,这不是拿人命当玩吗? 医院那边看赵女士情绪激动,赶紧解释说,这事儿吧,确实是他们工作没做好,因为王先生去世前后,太平间里还放着另外一具遗体,是从四川来的, 巧就巧在这两具遗体的兵柜长得几乎一模一样,放的位置还特别近,当时四川那家属来认领遗体的时候,可能因为太着急,太伤心了,就没仔细看,稀里糊涂的就把王先生的遗体给带走了。 赵女士一听更火了,这解是也太敷衍了吧,认错人这怎么可能,每具遗体上都有编号、姓名、身份登记,火化的时候还得家属签字确认呢? 再说了,就算四川那家属再怎么伤心,也不至于连自己亲人的样子都认不出来吧,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难道也没有发现,连最起码的身份核实都不做吗? 他越想越气,这医院也太不负责任了,他质问医院,到底是谁把他丈夫送去火化的,是谁签的字,一句工作失误就想推卸责任,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? 但是,医院那边看赵女士情绪越来越激动,赶紧说要承担一切责任,愿意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,赵女士一听更气了,赔偿,她丈夫的命是能用钱来衡量的吗? 她现在就要一个真相,是管理疏忽,还是刻意隐瞒,赵女士心里跟明镜似的,医院这套说辞,漏洞百出,根本站不住脚,她才不信什么认错人的鬼话呢? 她怀疑,这件事没那么简单,医院肯定在隐瞒什么,难道是他们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失误,为了掩盖真相,所以才急着把我丈夫的遗体火化? 赵女士越想越觉得有可能,不然医院干嘛这么着急,连个解释都没有,就把人给烧了,为了查明真相,给丈夫讨回公道,赵女士决定报警,警察来了之后。 也觉得这事挺蹊跷的,立马展开调查,他们去医院调取了监控录像,也找了当时经手的工作人员问话,那些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支支吾吾的,说当时太忙了,没注意,记不清了,问到签字确认的家属,也说当时太伤心了,稀里糊涂就签了字,根本没注意看是不是自己家的亲人, 这调查来调查去,案子愣是陷入了僵局,关键性证据怎么就一个也找不到呢? 这事后来被发在了网上,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,大伙议论纷纷,说什么的都有,这医院也太离谱了吧,太平间管理的这么混乱,死了人都能搞错,以后谁还敢去这家医院看病啊? 可不是嘛,这也太不把人命当回事了,我怀疑啊,医院肯定有毛逆,说不定是怕担责任,故意把人给烧了,而作为当事人,赵女士看着这些议论,心里更加难受了,她知道,就算大家再怎么议论,也换不回丈夫的命了,她现在只希望,警察能尽快查明真相,还丈夫一个公道,也给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们一个交代, 可是真相真的能大白于天下吗?赵女士心里也没底,现在可以说是死无对症,去哪里找王先生的生物信息都成了一个大问题,可是如果这件事最后没有一个结论,以后谁敢再去这样的医院看病呢?这事儿吧,咱一听,觉得挺荒唐的,烧错遗体,这都能搞错,但仔细想想,细思极恐啊,太平间可不是菜市场。 管理应该很严格才对,怎么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呢?而且,就算家属再怎么伤心,也不至于连自己亲人都认不出来吧,这医院的解释,怎么听怎么,像是糊弄人,说到底,医院管理存在严重漏洞,遗体管理可不是小事,这要是都能搞错,那还有什么事他们做不到的? 希望赵女士能够今早从这个事情之后缓过来,毕竟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。